前两天郑州出了楼市新政15条 仔细看了一下这15条 估计很快会成为二三四线城市的范例 其他的二三四线城市很快就会效仿 如果他们效仿了全国规模大降价的新一轮的开始 郑州的这15条可以说力度还是空前绝后的 里面有很多条的补贴政策 其实其他城市都已经快执行一年了 但是很多都是作为房展会的短期的补贴 政策来做的也就执行各把月 郑州这次直接把效果拉满了 真金白银的往外砸 一直执行到今年的年底 郑州是在住建部在上个月底明确表态 认房不认带 包括最近国家层面一系列关于促进消费政策发布之后 第一个跟进的城市 这就是全国关心大降价的开始 现在要买房或者是准备买房的朋友们 你们可以关注一下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15条政策 过不了一个月估计你所在的城市也会发 前面三条都是给补贴的 给来郑州工作毕业三年以内的青年 如果他购买手套住房的话 给予全额的汽水补贴 不限面积 注意不限面积 也就是说即使买一个144瓶以上的这个非普通住宅 也能拿到全额3%的汽水补贴 而且这个汽水补贴还不和之前的人才购房补贴相冲突 第二条 两孩家庭给2万的补贴 三孩家庭给3万的补贴 而且不限多孩家庭你买的这个房子是否是首套 家庭住房递多少套都行 前提是这个子女要符合国家的生育政策并且是未成年 以前超生的不行 子女成年了也不行 我估计这条也是给这种比较年轻的家庭来准备的 第三条 如果你不符合三年以内毕业在正工作也没有关系 也给你一定比例的购房的汽水补贴 以货币形式一次性发发 至于说多少比例发文里面没有讲到 以上三条执行时间都是从发文之日起 一直到今年的年底 以购房合同网签的时间为准 这三条里面我估计最后最大比例的受益群体应该是二孩家庭 2万的补贴会加一定比例的汽水补贴 以上这些规定在其他城市更多的是在房展会期间的一个短期政策 一般也就执行一个月 这种短期政策执行的时候会有一个非常大的比端 就是在听到有房产会有补贴政策这个风之前 开发商就已经续一个月了 购房者也是憋着不买 然后在这个政策执行的这一个月里面把这些需求把这些韭菜全部割完 全部释放完 这个期间会有一个购房和销售额的一个高峰 然后等着发展会完事之后 两个月之内别说两个月一个月之内寸草不生 两个月之内销售都会非常的差 因为之前的韭菜已经割完了 而且会伤害到这个房产会之后新的韭菜的成长 他本来他想买房但一想到房产会期间有补贴 我都没买对吧 那索性最后就不买了 郑州这个政政策就好 但是这个就考验地方的财政的能力了 毕竟需要真金往银白银的往外掏钱 补贴是要给钱的 像有的地方搞房产会给补贴 结果卖得要比预期好 结果补贴钱不够了 后面出了一大堆烂账的破事 第四条 暂停了之前自2017年5月3日以后 购房三年内不能转让的规定 也就是说算取消了限售政策 但是说实话没什么太大用 因为现在楼市不好价格都往下下行 限售是为了防止炒房 现在没人炒房 上次说我说没人炒 看私信里有说什么有房导子怎么着 但现在这个太少了 第五条 落实认房不认贷 落实手套商业贷款利率下限 这也是紧跟中央的精神 但郑州的认房不认贷 跟一线城市的效果 就执行的效果 那就天差地别了 一线城市认房不认贷 之所以不轻易地执行 或者它一执行 就市场肯定马上就好用 马上就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 是因为北京二套房首付是六到八成 上海是五到七成 所以一线城市认房不认贷 效果才会好 第六条 加大公积金的支持力度 这条就没啥可说的了 第七条 比较劲爆了 就是2022年10月1日至今年的年底 从2022年10月1日起出售自有住房后一年内重新购买住房的 对其出售现住房以缴纳的个人所得税予以退会退税优惠 如果你新买的房子购房金额大于或者等于现租房转让金额的全额退税 如果是小于的按照所占比例退税 为啥从去年的10月1日开始 就是在鼓励那些从去年10月1日以后卖完房子后 没有再次进入到楼市买房的那批人 鼓励他们在买房 因为他们手上是持有现金的 这部分人是楼市的最精准的客户 这条说实话真的是非常狠 虽然找对卖门了 那些在去年11之后卖完二手房手上有现金的人在买房 可以在前三条的这个补贴的基础上再得一个退个税的优惠 相当于是双重的优惠 双重的补贴还规定了满二免征增值税 这条没啥说 其他城市早执行了 第八条 鼓励银行依法有序调整存量房贷利率 第一个是地方政府明确讲了这个事 开始要落实了 但这个就得看落实情况 什么是调整 怎么个调整比例 最后按照什么样的利率水平 来调整存量的房贷利率这都没说 但是最关键的问题 这最后落实情况吧 第九条 推进现房销售 这个就有点噱头大于实质了 发文里明确说了 在郑东新区和汇集区各一个试点项目 也就是说整个郑州一共就两个现房的试点项目 我不知道这个现房这个试点项目是那种 现在就是七房只收过定金或者首付 回头等这个就是盖到现房的时候 再签合同和半贷款的这种形式 现在碧桂园正在推的就是这种准现房的销售的形式 郑州直接拿两个碧桂园项目做试点就得了 或者是那种现在就已经是盖到现房了 现在就是现房销售 如果是这种的话那就是糊弄鬼子了 为什么他们就是开发商是现房销售 是因为前期卖的不好 房子不好 所以被迫现在变成了现房销售 第十条到第十五条就跟购房者没啥关系了 一般像这种房地产新政一般都是一定要做十几条 一定必须得次数购 而且方方面面都得写到 还必须得照顾到房住不炒 但是有用的跟购房者息息相关的就那么几条 简单说一下后面几条吧 第十条是提升住房品质 第十一条 租售并举 这个就是为了符合房住不炒和居住公平来做的 一般这个都是虚的 这条如果说是做明白了 开发商那也就卖不出去房子了 只要土地财政还在 连租房和公寓产权房就做不好 因为它跟商品房销售是矛盾的 第十二条 推进城中村改造和城市更新 郑州市前一阵子那个发文 就推进这个超大和特大城市城中村改造城市名单里边 它是这个特大城市 郑州的这次的发文里有讲 为开工建设的安置房 原则上以货币安置为主 这个有可能是又要来一轮货币捧改的意思 第十三条 规范二手房交易居间服务 就是要规范二手房中介 让他们别再乱收费 别操控市场 别瞎造谣 第十四条 开发商可以分期缴纳土地款 可以凭银行保含拍地 不用再缴纳这个保证金了 缴纳50%土地款就可以开工 再也不用像以前那样就是 以前是不缴纳完土地款是不能开工的 会有政府部门的监督是违法的 以前都是偷摸开工 现在的话只要缴纳50%土地款就可以了 真是为了卖地这啥底线都可以放宽 第十五条 实行地下车位办理预售 车库验收合格的 可跟房子一起办理预售证 不知道郑州那边车位是有产权吗 车位这东西正常来说 是不需要预售就能卖的 就是从来都没有什么预售不预售的事 不耽误开发商卖 不知道郑州那边是具体啥情况 还是说他们这个车位销售 必须是有预售才能卖 之前是车位预售 要晚于第一次房子预售的时间 是不是这样我不知道 以上的这十五条新政 预示全国的二三四五线城市的房价 如果说其他城市纷纷的效仿 还得再来一轮大降价 现在打算要买房或者准备买房的可以等等看 全国正常的都得学郑州 除非地方的财政 它支撑不起那么高的补贴 这个就是降价 开发商也会趁着政策的热度 即使是说出了这么个政策 但市场上客户就这么多 它不会产生出多少新增的客户市场 因为现在就是个病入膏肓的状态 政策出来之后 它也不会有什么特别立竿见影的效果 或者能起死回生 只是说缓尸而已 延缓往下快速自由落体的速度而已 这个时候开发商就拼谁降价更狠更快 谁就能多抢点客户 晚了力度不够的就抢不着了 估计郑州这一轮除了补贴以外 估计它的市场降价最少五个点以上 而且包括其他的送送送 优惠政策首付分期的全会加码 开发商就是拼了 一直吃不饱 突然来了这么个政策 说白了也不要什么利润了 反正已经赔了 就是这一轮拼了命我也要吃饱 但是我吃饱了别人就吃不饱 所以我要比别人更狠 所以政策出来之后 就是逼着开发商他们价格踩踏 在 fatigue 那么我们现在欠钱 要看 你不要骗 这些镜头